好的欢迎回来我是国际解说国际吃 前两天过了我的35岁生日 35岁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中年危机 这个中年危机对于我而言 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讲 就是找不到工作可能要去送外卖送快递 或者是开滴滴 这个可能就是留给我的一些后路了 那作为正在度过中年危机的我 留给年轻朋友们一句谐言 就是多读书多看报 少打游戏多睡觉 为自己迎来中年危机打下坚实的基础 好吧 好那今天这一期视频的话是你们要点的 就很多私信跟我留言说要急 我是没想到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单调的 就偷鸡嘛 我是没想到你们对于偷鸡这件事情 竟然有如此执念 那今天这个对手的话 韩一叉 韩国第一叉子 我曾经的手下拜承 他这个已经是远古时代的事情了 也是谁有点的菜 那就直接安排他们打一下了 好了现在亚奈这边血料已经是见底了 最后还有一个偷鸡的机会 选择扫下段再扫一个 漂亮 直接是预判到了 这个时候讲道理 其实韩一叉就是幸福二选一嘛 他跳的话 如果急这边出扫腿 加一个vs 可能死的就韩一叉 但是韩一叉这边就判断 你就是要透过下段 那我跳一下试一试 对吧 这时候就是幸福二选一 为什么急这个角色有时候 开vt不讲道理啊 就在这里嘛 对吧 你只要猜错了 你就会被干 你如果站在原地不动的话 你会被搬进墙角也会很难打 好了上来一波推进直接到墙角了 先一个头 完了以后重拳打一下乱斗 再一个扫腿卡好位置 卡到这边 滑铲直接交vt 把位置先换出来 这一下跳轻角落下来 被对手先抢了 那现在这个血量的话 落后的就已经有点大了 而且自己的叉子被打掉了 接下来就没有办法做形态的切换 vt也开了 摸奖的机会也没了 这边想要跳一下正面 坐地以后先给一下头 再跳 哎这一下 牙奈有麻烦 BT这波搬进去 再接一个巴塞罗纳 可以送到一个墙角 墙角完了以后 过去重拳打到乱动 他应该是想要防指令头 看那个血量的话 出指令头可能性是有 这个时候急这个角色 不抗压的弊端就出来了 对吧 你寒一叉这边 只要拉的前往前冲就行 对于寒一叉来说 没有需要忌惮的东西 好了 先来第二局 上来想要做对空 落地被打了一个收招 不过没有后续 插这个角色在中指令 这样子一个下中拳 是打不出任何后续来的 除非把插子收起来 但插子收起来的话 也打不了这么远 射程跟伤害 只能二选一 自己选吧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消耗的阶段 雅奈这边是资源的话 主要还是得看VT 能量其实无所谓 这东西你也不能说我有能量 记得一个下段偷过去吧 偷不了的 有点靠近墙角了 这边打了一个收招 VS想摸一个脚 这一下没有卡好位置 有点麻烦 现在寒一叉这边是有封下段的能力的 但雅奈这边距离留的刚好 这个距离很极限 知道你有可能会出滑枪来偷的 所以他一直保持了一个很好的距离 直接抓了对手的一波收招 那这样是把对手关死在墙角了 动不了了 那肯定动不了 叉子这个角色的V压 他是不具有反击性能的 他在板边如果交一个V压 还是要被对手压 所以不可能去交 那也是没有防守手段 所以今天这个对决还挺极端的 两边都是没有什么防守能力的 只能中距离摸个桨 摸到对手 谁倒地 谁就倒大梅 上来就是一发跳弱 其实双方的一个对空能力也都不强 其实这边稍微好一点 叉子要弱一点 其实这里至少下重拳的对空性能还行的 叉子送进墙角 先一发投 投完了以后 重拳打乱动 卡好位置 叉子想抢 直接被抓乱动 很痛 这一下 还一条交V压 直接被打 难受 叉子这个决策的V压 真的很糟心 他是往后闪的 纵观圈游戏 没有几个V压有这么蠢的 很多V压 你至少说 我可以换到对手的身后 然后我至少位置出来了 可能要被打 但叉子这个角色不光要被打 还要被关在墙角 这个属于蛮弱智的 中拳交VT 下中角加成想再往前走 直到被抢了 这时候亚奈血太多了 血很多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去赌一下你会前走 那我就抢两下 强中就带走 这样比分是来到了1-1 双方一个军事 中拳摸中 这边直接倒地了 再一个扫腿 叉子这边想要直跳来打 对吧 我就说急这个角色 你要么直跳 就会被这个空中的腿扫 你在原地不动 有可能会被扫下断 这就是幸福二选一的真理 中拳打中收招 没有确认 这一下有点可惜啊 本来是送墙鸟一波了 那现在又得重新找一下自己的机会 双子这边被跳一个逆向 逆向一波推进去以后 手上的VT有没有发挥的空间呢 有驾招的 不用吗 对手这边压这么凶 他其实还是有点忌惮 对手出这个指令头 普通头什么的 没想到亚奈这边很凶 看到你有VT2的情况下 我根本不怂你 对吧 一般人我们看到双子有VT2 压制的时候都会稍微停一下的 这时候你需要反其道而行 尤其是对于高手 对吧 这其实是双方有个心理博弈的 你觉得我是个高手 所以你应该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不能随意的出驾招 而反过来急这边呢 就可以想 因为你觉得我是一个高手 所以我在这边呢 可以多按指下 因为你想用VT震慑我 听起来很绕对吧 其实这就是心理博弈嘛 对手怎么看待我 我怎么看待对手 然后对手怎么看待我 看待对手 这就是这帮高手一边操作 一边在想的事情 知道吧 好了 这边最后一发投下去以后呢 韩英差在最后一灯 没有反抗 就直接被带上路了 其实这个对局给我的感觉就是 比谁的防守更弱 对对对对 可是叉子的防守能力是负数 然后急这个角色的防守能力呢 相当于是零 那零战胜了负数 合理 好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有想看的对局的话呢 可以私信给我 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位幸运观众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